我和老公是参加聚会认识的,那时候我和朋友一起出去玩,我们商量租一天房子,可以做饭的那种,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自己的拿手菜,这样吃的好还有意义,我觉得挺有趣的。 就过去了,我做了个土豆丝,老公忙活半天做了好几样菜,他穿着运动装,熟练的拿着锅铲,端出来几样肉菜,大家都觉得好吃,纷纷夸奖他,老公只是脸着嘴笑,并不多说话,我跟他挨着,他不识的给我端茶捣手,我挺感激的。 习近有人说,照亮和老公名字,你不是单身吗?和小妙我的名字,正好合适,你们俩就凑合着过吧。 大家开始起哄,我脸红了,老公也有些不知所措,爱情就这样猝不及防的来了,我和老公好像是被朋友推到了一起,可能这就是缘分吧? 我们相爱不久后就搬到了一起住,老公每天给我做好吃的饭菜,熬口口的粥,我生病的时候照顾的更仔细,会跑很远给我买喜欢的小笼包,会一勺一勺的喂我吃药,让我什么活都不做,躺在床上拔就行了。 我非常感动,觉得跟他过一辈子,也会是幸福的。 谈了两年后,老公带我回家,他家是农村的,房屋规划的整整齐齐,他家是在村头上,普通的平房,里面收拾的干干净净,院子里有十六处,还有很多花花草草,我从小就喜欢花。 我被吸引过去了,才知道那都是公公细心栽培的,婆婆对我很热情,做了很多我吃的饭菜,还一个劲的说,怕招待不周,我爸妈也很喜欢老公,我们的婚事自然的提到了日程上,按照风俗我们结婚了。 结婚的时候,我们俩工作没定下来,也没买新房,婆婆说就老公一个儿子,反正钱都帮我们留着。 婚后我和老公在城里住,又重新找了工作,想着在前买套房子,生下儿子的时候,没人帮忙吧,我就让婆婆在老家带着儿子。 但是婆婆对我说,我在乡下还种地呢,我这不干活就没钱了,我带着宝宝,你们一个月给我两千块钱行不行? 既然婆婆提出来了,我也没说啥,每个月定期给她打钱,婆婆把孩子带得很好,白白胖胖的,也没生过病,我很欣慰。 结婚第四年,我们凑齐了二十万,想着买套七十万的房子,每个月还贷就行了,要买方式婆婆送来一张奖。 她说,你们给我的钱,我一分都没动,就是想着你们花钱大手大脚,帮你们攒张,需要用钱的时候再给你们,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吧。 我查了下雨和下一跳,里面足足有三十万,婆婆是把老本都拿出来补贴我们了,我感动落泪,这就是一家人吧,我要好好孝敬婆婆,大脚说我们幸福吗? 情感图片来源与网络,和内容无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